Hello 各位威士忌爱好者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哥评语 我们今天评一款既熟悉又陌生的酒 什么酒 就是我手上拿这个 Monty Show的三只猴子 为什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 因为这款酒其实它因为好喝 所以它被很多的酒吧拿来做调酒 里面的那个就是调一些鸡尾酒啊调一些那种酒类饮品的那种饮料呢 给客人喝 为什么因为它好喝 那这个三只猴子呢 为什么叫Monkey Show的 也是因为他们是等于是有点是在 响应他们之前在酒厂以前早期在贩卖嘛 人工贩卖 那贩卖工人都是以继续的在贩卖 翻卖 翻卖 翻卖呢 翻得最后 手臂都无力了 太辛苦了 然后肩膀都垂下了 有点像猴子 猴子的肩膀一样 所以呢 他们的标志就是有三个猴子 象征他们猴子的肩膀就象征他们很累 好像垂下来 所以他们就这个就叫Monkey Show的 好 我们边开屏 我们边来介绍 开屏开心啊 那这个三只猴子基本上它是一个 调和式的麦芽威士忌 那它是隶属于格兰富子 格兰富子集团 那格兰富子集团它旗下呢 它有很有名的酒厂嘛 尤其是两家 一家是 号称全新街卖最好的 格兰贝迪的这个酒厂 然后另外一家就它的高阶款 按它挨在一起都在四倍赛区的 就是百富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是 它在1990年才成立的一个叫做 祈福这家酒厂 叫做Kinivi 有点难念 Kinivi 祈福 所以它里面的 的酒呢 想当然就会有这三家他们自己格兰富子 里面的酒来调的嘛 所以光听起来就会感觉 你就可以尝到 格兰贝迪的那种 还有百富 还有祈福 祈福比较陌生 就可以喝到他们这种酒的 口感跟风味 好 开瓶 三只猴子 也是软木塞的哦 先来听个 BOW的一声 哦 清脆 轻声细语的 我感觉有闻到那种 有一点点百富的味道 光闻那个软木塞呢 就闻到一点那种风味 所以其实 诱人 那我们今天呢 一样生活式的朋友 我们介绍一个我们的 杯子兄弟 小兄弟 这个杯子就是一般传统 old school 的那种 圆的杯子 圆的透明杯 那这种杯子我给他一个外号叫做 香格里拉杯 好 我们来倒酒 这个人家说喝起来最不像 调和式 威士忌的 威士忌 不晓得的人 盲瘾的人会以为它是单一麦芽 那他这个调和式麦芽 威士忌 也不错 格兰 父子公司旗下的 旗下的一个 也是在斯倍赛去的一个 那个什么 调配场 我们来温一尾 嗯 香 很明显 他这个酒呢 他主都是选 他的那个 他调配的激酒 都是选那个 波本筒 可是呢 我他我闻的时候 居然还可以闻到一点雪莉桶的风味 所以其实他的功力 蛮厉害的 那基本上 我闻到香草 一样有香草的味道 然后 蜂蜜嘛 蜂蜜很明显 蜂蜜还有 其实我有闻到一点柑橘 那种柑橘 柑橘其实 柑橘也是明显的 有一点点柠檬 香草 蜂蜜 柑橘 还有点点那种 感觉那种一样咸咸的柠檬片 那有一点点那种 也是些许有一点点热带水果的那种风味 形容一点点那种微微的那种白葡萄 葡萄干 所以其实 还蛮讨闻的 蛮讨喜的闻起来 蛮讨喜 那基本上你看他挂杯 挂杯也不差嘛 对不对 琥珀色的 很漂亮 那这款酒呢 其实 小弟朋友很多人都 推荐说 你如果 无聊 喉咙痒 想要尝一点 随时这个可以当口良酒 那 我很久没喝了啦 所以我这次来回味一下 好 来尝尝 我先入口的感觉呢 坦白说我喝到一点那个 柑橘 加一点点的奶油 加一点点奶油 柑橘 奶油 然后他的酒体 比较轻一点 可是 咖啡 比较轻 然后很顺口 很顺口呢 顺口你吞下去的时候呢 他又会给你回温 回热起来 烤会有一点点的那种 新鲜料的感觉 新鲜料的感觉 可是他没有那个 胡椒什么那些辛香料的味道 他就是有点那种酒精的那种 呃 刺刺的一种感觉 可是他不会 不会觉得很 很不舒服 不会 他是很协调很平衡的 我觉得他把整个酒 处理得很平衡 他除了有 啊 我喝起来有那种柑橘 然后柠檬 咸的柠檬 就柠檬感觉柠檬片 那种蜜件柠檬片 柑橘 柠檬片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木质调 好然后有一点点的 呃 香草味 然后些许一点点的蜂蜜 然后酒 喝下去呢很顺 可是他又会有点让你回温 就是喉咙会有点卓又慢慢下去 然后尾韵呢 算中等 他不算短 可是也不差 所以呢 其实 这瓶酒 你不要看到包装这样子 我先把盖子盖起来 你不要看到包装这样子 好像觉得没什么 不是那么精致 也没什么盒子 他就直接就一瓶拿起来 可是我觉得 不要小看他 因为他其实还蛮顺口 蛮不错喝的 蛮不错喝的 那这个呢 这个格兰父子呢 这个 公司呢 他们 之前都是出单卖 Single Mode 格兰贝迪 然后那个百富嘛 然后那个齐富 那他们就也想要推出一个 就是自己的调配场 然后想要吃下这个 那个调和式的威士忌的这个市场 果然也很成功 这瓶酒呢在英国当地呢 卖得非常畅销 他的广告词就是 玩乐的威士忌 什么叫玩乐的威士忌 就是说 不管你平常 你不是说只有夜深人静 或你听音乐抽雪茄 喝红酒 的时候喝 不是 他是你随时随地 你想要来一口就来一口 你想要存饮就存饮 你想要搭配可乐 你想要搭配一些鸡尾酒 调成鸡尾酒 或去酒吧 或去任何场合 包含看球赛 你加一点点那个气泡水也可以喝 所以他是一个 全天后都可以饮用 他标榜是这样 所以他 他甚至曾经还超越 他的全球销量 还超越了那个 Johnny Walker 约翰走路的销量 所以他其实 他这款推出来 其实非常成功 这个调和式的 的那个麦威士忌 还不错 那当然呢 瓶子也好握 圆圆的小小的 然后杯 那个酒杯 挂杯也不错 颜色也不错 那这瓶呢 我在中国大陆这里买的 那 我的购入价是人民币 220块 人民币220块 其实不贵 那我查一下台湾的通路 这个是700ml的酒精浓度是40% 40%的酒精浓度 然后台湾的通路其实也不贵 大概在600块 600块你又配上这个软木塞 刚刚打开还有BODY一针 然后三只猴子 又可以喝到 格兰菲迪的酒 喝到百富的酒 喝到 祈福 Kinivy Kinivy 这个酒厂陌生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性价比颇高 颇高 其实我觉得喝这个酒其实不会有什么负担 你今天你想喝个 喝个半瓶喝个一瓶你就喝 反正 其实不贵 然后口感又好 其实蛮耐喝的 也很适合女生喝 那你说太顺了好像喝水也不会 因为它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给你回 回热 会有一点点 也不是说炸 就是 些微的给你好像 会给你反 反式一点点 就是 你要吞下去它给你回热一点 所以其实 其实也算是小有趣 小俏皮 那你这个性价比 不过对我来讲坦白说 是有点偏 偏顺口 偏淡的一点 有点顺口 绝因容度40%也是 就是最低的 那 可是碍于它这个 它这个口感 这个风味 对这个价格呢 小弟我可以给你打 8.3分 8.3分 还不错啦 还不错 可是我相信 给一些 比较 不太常喝威士忌的人 他们甚至 我觉得他们可能可以打到8.89分 或者是9分 因为 这个喝起来 它做的非常的平衡 我觉得还蛮平衡的 对 对 其实 其实 如果 它只要 不要那么顺口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 我个性一点 它就是普罗大众款 就是说它是打保守牌 它调的这种感觉就是 谁都可以喝 对 那小弟按照我是给它打8.3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 应该 会打到9分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蛮适合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适合 真的是蛮适合那种初学威士忌 你可以先尝尝看 然后配合一些 汽水 或者是果汁 看怎么调配 我觉得 都蛮搭 纯饮其实也不错 好 大家 没事 闲暇之余 中午 吃完饭 没事 所以走个步 晒在太阳 也可以搞一瓶 来尝尝看 对不对 当然我们小酌啦 好 希望大家在看龙哥评影的时候呢 能够很开心 我们家家朋友 大家留个言 天天 开心 天天美好 好 我们下回见 拜拜